我們今次會講到先處理好這些問題 才能夠勝過罪和軟弱 就是為何有些人經常想勝過罪 經常想得勝 或者軟弱總是經常騰騰曲花園 總是出不來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裡面有些不同的問題 其實這些主題裡有些我們曾經講過 但我們今次的注目就是處理罪和軟弱 到底這些的看法 我們生命的質素如何影響我們 如何處理罪和軟弱 在這方面去著手 首先我們處理好自己 我有沒有一些東西影響著我的呢 我們有甚麼需要清理呢 如何活在神的愛和喜樂之中呢 我們需要處理 我們處理了就能夠處理人 所以這次我們又學習處理自己 也一方面學習處理人 我們一遍講不完這麼多 第一就是熟世的價值觀 對於很多重要的看法 會影響我們犯罪 為甚麼這麼多人犯罪 因為他們很緊張錢 很緊張要成功 很緊張要結婚 所以他們的價值觀影響他們的 罪或者軟弱 經常都會這麼軟弱 因為他們想得的得不到 或者傷害被人影響 自卑、呼奸感、習慣和忍 以及潛意識 因為潛意識是最難清理的 因為是進入了深層 每一天我們所經歷的事情 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都進入了我們的深層 如果每天都進入一些不好的事情 每天進入一些 每天進入一些時候 長期的忍 基本上整天都是負面的 大家想一想 每一天你睡覺的時候 是開心心還是不開心呢 那你不開心 即是那天的不開心 就進入了裡面 那你每天都是不開心 每天進入一些 每天進入少許 就算是一個盎司 每天進入少許 長期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種破壞性 也說 如果我每天進入多些 起落平安 我又每天越來越平安起落 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很大的改變 譬如我前兩天去大禮歌聚會的時候 有些人都馬上反映 整個人輕鬆了、開心了 因為我帶他們怎樣投入 放下自己的問題 然後去親近神 接著他們經歷到神的喜樂、平安 很大的更新、安慰 也有些人就很哭 即是他們的憂傷走出來 接著又喜樂 看得到 第一我自己處理我的生命 接著我幫人處理 接著他生命可以提升 所以這個處理我們裡面 叫我們裡面沒有阻滯是非常之重要的 首先我們明白罪 我們一起讀瓦各書一章十四節 但各人被試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 私欲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 罪忌掌成就生出死來 這裡所講到就是 我們被自己的私欲牽引 牽引是要抓他 即是他不想去 不過他抓你去 有時候我們的私欲 你看看電視 去看色情片 有些人說 他整天的生命就是看色情片 或者去發洩一下 去喝酒 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他抓他 誘惑就像右邊的圖 就是找個魚餌 你看看 你做這件事 你就會開心些 這樣去抓我們 以及引誘我們 然後就抓我們進入犯罪 私欲既懷了胎 就像生嬰兒一樣 就生出罪 生了嬰兒是罪 其實很恐怖 如果正常是生嬰兒 他就生罪出來 罪一邊大一邊大一邊大 即是說人們越來越被罪控制 就生出了死來 結果是永死 下面那裡就說 一個人全身都是罪污 被罪控制的時候 是永遠死亡的 是很恐怖的 事實上有些人回教會 耶穌也有警告 在那日 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我不是鳳梨明傳道 鳳梨明趕鬼 鳳梨明行許多義能嗎 是很多人 即是有很多人 他們被罪控制 也沒有真心悔過的時候 他是可以永死的 所以我們知道罪的可怕性 我們就留意一下 我們是不是有些人引誘我們犯罪 我們就留意了 也都去幫助人 如果他被罪牽引誘惑的 我們怎樣幫他 一定要拆解了他的價值觀 他內心的看法是甚麼重要的 他才會想遵從神 拆解了 譬如我來說 為甚麼我這麼想侍奉神 因為我拆解了 我知道罪是不好的 罪有破壞性的 還有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所以我傳言 心是去到神的路 但一樣 屍辱一樣會走來牽引 但我就會很快去處理 我不是說我完全完美 但我盡快去處理 這是我們每個人都留意 但為甚麼這麼多人 不處理得到 因為他內心仍有很多傷害 哎呀 那些人這樣對我 我真的很怨恨 很不開心 就在他內心仍然 紮了根 有些事是很難改變的 所以我們想處理罪 和生命提升 不再住在軟弱之中 一定是需要處理的 而很重要的 我們要明白 四點成為我們的動力 希望大家記實這四點 第一點就是 神充滿愛和大能 一切在他手中 在他手中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是出於你 他可以叫人尊大強盛 我們個個都可以讓神大大使用 個個都可以的 譬如我們中間有人 前面一位帶我們去宣教 後面今天這位帶了兩個朋友來 總之我們總是會有果子 神使用軟弱卑微的人 其中其實 他們都說到之前 有不同生命的問題 其中他們有說到賭博 其中有說到情緒 他們以前都是軟弱的狀況 但為何現在變成有大能 就是因為他們被神改變 所以我們相信神有大能 改變任何人 任何問題都可以改變 第二就是 神很愛我們 看重我們 祂因我們歡欣喜樂 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就是神很有感情 祂看著你是有感情 有時候我們覺得 神好像法官 好像校長 很遠很遠 但其實神是很有感情 當我們一回應祂 祂笑得不得了 祂開心得不得了 有很多人去到天堂都說到 經歷到神那種接立 在地上是從來沒有的 在地上他看不到 但是他不知道 耶穌其實這樣接立他 所以我們知道 神又這麼愛我們 我們個個都寶貴 就無論我們多卑微 都寶貴的 神呢 簡選那些軟弱的 叫那些強壯的羞愧 簡選那些愚絕的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然後呢 凡是我們遵從祂 愛祂、親近祂、遵從祂、事奉祂 一定蒙福 就是神為愛祂的人 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 你想蒙福 就一定是愛神、親近神、遵從神 一定蒙福的 然後呢 下面第四點就是 犯罪不遵從神 一定有破壞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所以這四點我希望大家藏在心中 就是神充滿愛和能力 祂有一切能力 可以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例如我剛剛說到 前兩天我見到一個姊妹 後來她打電話給我 我才知道 原來她已經沒有回教堂 半年了 她為什麼沒有回教堂呢 她覺得幫不了 她不知道門路 她在教會但聽到 幫不了 她不知道神的大能 但是當時在聚會 她是憂傷在那裡哭 但是誰知道 再投入的時候 她是喜樂的 即是說神的大能 可以一下子把它完全改變 即是她都很驚訝 神可以這麼強烈 這麼快去工作 這就是神能夠使用我們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有大能 我們有神支持著我們 還有祂很看重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聽說一定蒙福 不聽說一定有破壞性 但是很多基督徒說 哎呀 懶一下也不要緊 即是睡覺珠 難睡珠 沒有所謂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看電視就看電視 即是經常都在娛樂裡面 但其實當她經常在這些娛樂裡面 其實她是破壞的 她的生命就是 一直被魔鬼侵蝕 被她偷竊殺去毀壞 所以既然知道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有動力去處理生命 任何不好的渣載 剩下任何東西 大家有沒有這個動力呢 我自己是想得了神最高的恩典 所以我是盡力去處理的 我希望大家都一樣的 而我們需要明白就是 罪的破壞性 罪破壞是什麼呢 同神關係疏遠神 神禮失去神的祝福 影響自己 失去平安、喜樂、力量 以及整個生命破壞 還有魔鬼就會來偷竊殺去毀壞 還有會附體的 同人關係又破壞人際關係 事奉又破壞事奉 基本上每一樣都破壞 而最差最差就是去到地獄 所以我們知道 罪是一定有破壞性的 好了 我們這次第一件事說的就是 屬世的價值觀 屬世價值觀 我們紅色的就是屬世價值觀 錢 很多人就說 沒有錢 萬萬不能 一定有錢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錢 問題就是 我們倚靠神 以及盡我們的責任 我們不是說 你倚靠神 你每天就是祈禱 那你就自然有些錢給你了 神不是這樣做 神都一樣用我們做工的 普通人有做工 我們的工作就是侍奉神 我們一定盡我們的責任 即是不會說 我只是依靠神 我每天就睡覺 我只是依靠神 只是祈禱 我們一定是依靠神的 但是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將錢 放在一個高的地位 好像錢是我們的生命 錢很重要 其實我們怎樣知道 我們錢在生命中有多重要呢 就看我們奉獻的心態 我們就知道 有些人奉獻 他們就覺得是很肉痛的 說那些錢我可以用來買東西 當你的薪金高的時候 譬如 在香港很多工作都有一萬元或者以上 一萬元的時候 十一奉獻是一千元 一千元的時候 有些人說 我一千元可以買很多東西 可以吃很多餐 可以去旅行 有些旅行幾百元就有了 可以很多享受 當他看重錢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奉獻是很肉痛的 但是我們另一個看法就是 我們奉獻的錢就存留在天上 永遠存留在天上的時候 那個看法就很不同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對於錢的看法就是 我錢是神交給我 不代表我們不可以買東西 我們需要買東西 我們需要 神也給我們享受 不是說你 餐餐吃到最少最少的 不是一定的 你可以享受的 不過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金錢屬於神 我們如果奉獻的時候 或者做在人的身上 在聖經裡面說到 你們要吸人 就哪有吸你們 那個原文不是給人的 是給人的 給你給 就是說奉獻給神 和幫助人的時候 那些錢就存到永遠 所以這個價值觀 到底錢有多重要呢 我希望大家的心就說 我跟從神 我願意把我的錢奉獻給神 神來喜悅的 而十一奉獻是一個起點 不是一個終點 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我奉獻的錢沒有了 但是我們就說 我們奉獻的錢是永遠存留的 是真的永遠存留的 我們吃了的錢是 去了洗手間的 吃了的東西 去了洗手間 當然我一定要吃的 但是其實我們吃 穿著 不是用完我們的錢的 到底我們怎樣使用錢呢 求主幫助我們 有些人就要成功 和要聰明的人 要聰明的人 這就成為那個人的觀念 所以他為何會 為何會容易犯罪呢 因為他總是追求成功 或者要結婚 為何有這麼多單身的人 他信耶穌 聖經教導就是 你們與不信的 如不相配 不要同乎一握 那他就不要跟不信耶穌的人結婚 但是有很多人覺得 結婚重要 如果單身很淒涼 沒有人照顧 其實如果你結婚為了照顧 你可能會很失望 因為他未必會照顧你 可能他會加給你很多麻煩 結婚不是為了照顧 當然會有照顧 互相照顧 但是有時候你想照顧 未必是得到照顧 反而你要照顧他很多 結婚是為了兩個人能夠 合一來生活 但是神為你預備 這是美好的 但是神為你預備 單身也是美好的 因為你單身是很有自由 你去侍奉幾長時間 就沒有人告訴你 你要回家 快點回來吃飯 睡覺 沒有人提醒你 那你們就可以投入 去侍奉 是可以很投入的 但是有些人 他們經常想結婚 就影響整個人 我以前認識一個姐妹 她未結婚是很不開心 她經常都不開心 經常都是因為未結婚 所以不開心 後來她真的結婚 但是結婚 在婚姻裏面又有很多不開心 她也是不開心 後來她的丈夫又離世 離世她又很不開心 她好像又沒有了 以前的事情 總之在什麼階段 未結婚又不開心 結婚又不開心 丈夫離世又不開心 因為她把心放在結婚的時候 她是會失望的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說無論我們單身和結婚的時候 都開心快活 都倚靠神 都榮耀神 這樣的時候 無論什麼事 就是說我們的價值觀 世人的價值觀就是我要成功 我要做好這些事情 但是當我們的價值觀就是 我做神的事情 我就歡喜了 又真的有歡喜 我看著別人開心 我又開心 我又開心 我一祈禱又開心 有些人就說 二牧師你又開心 你一祈禱又開心 我還未到 但是我們其實也有越來越多人 經歷喜樂 你越放下煩惱 你是越興省的 所以我們可以越來進入 這個神的平安喜樂裡面 而那些卦慮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放下 這個屬世的價值觀 另外有些人要強勝 爭辯總是爭辯 總是不能夠接納人的意見 他亦容易犯罪 因為他容易得罪人 他容易傷害人 其實任何一件事 我們執著不是神的時候 那件事就會影響 有些人執著侍奉 也是會影響的 為什麼呢 他不是執著神 他執著侍奉 什麼意思呢 他要侍奉很強 他要侍奉聰的人 那些人不肯投入 他就生氣了 真的有些人這樣 他帶領侍奉 但是那些人有些不夠投入 或者做得不好 他就會發猛争 為什麼呢 他是看重那個侍奉 我們最重要是看重神 就算執著這個侍奉要成功 都是一個執著來的 我們是執著神 但是那個方法不是執著的事 不應該用執著的 就是我是堅持跟從神的路 我依靠神 親近神 做神吩咐的 神就喜悅 我就算果效不多 就算人少些 不要緊的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人少些來 不要緊的 不死得的 我們都一樣可以開心 侍奉神的 那人就沒有淡子了 的確很多人侍奉神 是有淡子的 我也試過有淡子 淡子哪裡來呢 第一 第一 有時候人不聽話 有時候人多 有時候人少 第三 有時候同工不滿意 自己批評自己 這也是一個價值觀 為什麼價值觀是什麼呢 我要做得滿意 其實人人都有這個價值觀 我要做得我自己滿意 那我們做得不滿意的時候 自然心就不開心 不開心就會煩惱 不開心已經是罪 因為人沒有信心就是罪 自然人就會煩惱 很煩惱 做得很煩惱 甚至有時候會怎樣 耶穌你快點回來 我不用做了 就會脫苦海 因為心很堅持 做到有什麼果效 我這個樣子 我都要調教 有些日子多些人來 有些日子少些人來 那到底我自己是體重人來 還是總之我做神所喜悅的事 我就是榮耀神 神就喜悅了 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時時喜樂 我做神歡喜的事 我就歡喜了 那我又很感謝神 很感謝神 我上網看我的影片 發覺有時 放上去沒多久 已經有百多次看了 有些人百多次看了 有些很多教導片 都有二三百次看了 我都很感謝神 原來我們在這裏 不單止這裏的人看 外面的人都看 也有些人跟我說 他認識我的時候 他說我都已經看了你的影片 看了很久 那就是說 有時就算好像眼見的人不多 但在網上幫的人多 總之我們有力量 有倚靠神的心 我們就可以祝福人 我真的說 耶穌說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價值觀 好像執著我要做得多好 我要見到什麼果效 那我才開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會不開心 但我們說 我做了什麼 就算傳呼音 我試過一次傳呼音的時候 我就留意到 那個人拒絕我是不開心的 我是真的覺得不開心 這個我想人人都會有的 但當時神就給我一個意念 就是說 我傳了呼音 就算他不相信耶穌 神也會歡喜 將來到審判的時候 神就會怎樣呢 神就會跟那個人說 他說 我的仆人 我的兒女已經向你傳呼音 你沒有信 但我的仆人已經榮耀我 他就會稱讚我們 那個人 神也跟他說 有人已經向你傳呼音 所以我們做的是榮耀神 也有些人 從來沒有人跟他傳呼音 當然神有透過不同的方法 跟他說話 透過他內心的世界 但如果有人向他傳呼音 是榮耀神的 神會很開心 這些人 我的兒女真的有跟你傳呼音 是你沒有聽 你沒有信 所以我們傳呼音 就算他不相信 也是榮耀神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幫人 就算他不肯被幫助 他也有很多次幫人 他周圍的家人 周圍附近的鄰居都幫 他也帶很多人去他教會 帶了很多人去的 他也跟我說 我有感謝神 我為他歡喜快樂 但有時候可能他幫人 那些人都拒絕 這也是會有困難的 其實他其中一個痛苦 就是曾經有一個人去幫 但那個人 他真的沒有接受 後來那個人甚至自殺 我聽到我也覺得傷心 我也覺得他會傷心 但是 神就說 你做了你應該做的 你已經盡力挽救他 其實一定有痛苦 其實他幫了很多人 一定有痛苦 一定有失敗 一定有失望 但是神喜悅他 我看到我也喜悅他 我覺得他真的很謙卑 很比神用 是神所喜悅的兒女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我放下這些 不要緊的 不用做給別人看 有時候我們人喜歡這樣 我有參與多少事奉 有多少果效 好像那些事奉 撐高自己的自我形象 這也是一個價值觀 就是我要做得夠好給別人看 這也是我們的價值觀 所以我們就放下 這件事不容易審查內心 為甚麼呢 我們很難留意到 那是怎樣留意到呢 我是會留意到 為甚麼我會有些不開心呢 為甚麼有些人沒有反應 我可能沒有留意到 是因為那些人的反應少 為甚麼不開心呢 那我審查才發現 因為那些人反應不好 或者那些人沒有聽神的話 於是我就不開心 那我就說 為甚麼我會因為他們不聽話 所以我不開心呢 就是我期望我侍奉的果效 強一點 看到那些人的改變 就變成我執著於那個果效 那我就會提醒自己 不要看那個果效 我有神的喜樂 有神的力量 神就喜歡 那我就不介意 那個果效不強 那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你的內心世界 其實這個價值觀 是影響我們整個人的 譬如你睡覺之前 你是開心心 還是不開心 為甚麼會開心心呢 我今天做的神歡喜 我親近的神歡喜 那你就開心心 好了 但你不開心 為甚麼呢 那些人拒絕我 那價值觀是甚麼呢 因為我體重人的接立 而他不接立我 所以我不開心了 或者我經歷困難 我經歷困難 好像沒有解決 我又不開心了 因為我希望事情順利 當然大家都希望事情順利 但總共也不順利 我們就執著於事情要成功 要順利 當不順利的時候 我們就不開心了 所以我們留意我們平日的生活 到底是一個平安喜樂 輕鬆的人 還是一個有重膽不開心的人 如果發覺有任何重膽 即是有一些價值觀影響著我們 當你留意的時候 裡面的內心世界 你就會發現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每個都有很多垃圾清理 我都需要處理 我們每個都需要處理 我們每個都未去到天堂的領域 有些人說的經歷 就是當他們曾經離世 然後神又給了機會回頭 他說他離世那一刻 哇!立即整個人都鬆了 因為這個是脫離了肉體的時候 亦都脫離了肉體的情慾 在當時離開的時候 他就信耶穌去到天堂 哇!很開心 很感動 很感動 因為看到耶穌的愛 其他基督徒的愛 所以他就留意到 原來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是有這麼多淡子 現在你有沒有淡子 這些淡子就是價值觀 就是我希望事情是怎樣 我希望我有錢 我希望人接留我多些 我希望事情順利些 我希望事情是好的 我們這些希望 我們的期望 當我們失望的時候 就會不開心 所以我們就留意到的時候 就知道原來這些不開心 就令到我們會容易 在虎老沒有力量 容易軟弱犯罪 所以一個人 如何可以平安喜樂呢? 就是我的價值觀在神 我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這一點就是聖經說的 我親近神 神就親近我了 我常在耶穌裡面 耶穌在常海裡面 我就多結果子 就是神就歡喜了 神就叫我多結果子 這樣我的價值觀在神 就容易滿足我 為什麼呢? 我的價值觀 不是在侍奉的果效 是在神 我親近神 神就喜歡了 我去侍奉神 我去幫助人 神就喜歡了 於是 我就經常都歡喜了 我做什麼應該做的 就算你做家務 照顧家人 都是神歡喜的 你盡責以一個基督徒身份 你做好家務 我都可以歡喜的 你說我現在是榮耀神 如果大家留意 在聖經的書信裡面 都有說到的 他說你們做奴仆的 都服侍你的主 的主人 好像服侍主一樣 原來當他們服侍主人的時候 都可以是 服侍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是捍衛侍奉主 我們的人就會 那個價值觀就是 我做神的事情 神就歡喜了 我們整天就開心了 所以大家試試 這個禮拜開始 試試能不能夠 整天跟自己說 我親近神神就歡喜了 我侍奉神神就歡喜了 我侍奉神神就歡喜了 我的價值觀 不要放在人怎樣看我 不是放在我得到什麼 不是我希望事情怎樣 就算事情不是這樣 我也能夠開心 所以我們就看到原來 價值觀的影響這麼大 價值觀調教好 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的時候 那個平安的程度就會高 我也感謝神的 真的我平日 我很少因為人的問題 苦惱 很少因為事情 各樣的問題而苦惱 我如果想回 我有時因為人的反應不夠好 就苦惱 有時都是 我發覺我一樣 雖然我已經接受了 不用被人影響 但有時有些人的說話和行為 都是會有影響我的 但我盡快處理 但也有影響的 所以我發覺 原來都是要處理的 即是不被人影響 好了 另外就是要被人稱讚 追求被人稱讚 想吸引人的注意 就是說 有人讚他 有人歡喜 他做的事情歡喜 他就開心 這件事是正常的 沒錯的 不過問題是 他依靠了人的歡喜 人歡喜他就開心 人不歡喜他就不開心 他就會有苦惱 所以我們就說 神幫助我們 我可以稱讚自己 根據聖經 我做得對 神就會稱讚我 我也可以稱讚自己 但不是驕傲 又不是說我厲害 又不是說我對 我不是對 我侍奉 也有罪污 不過我也是 靠神去做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們就靠主幫助我們 去處理價值觀 好了 世界價值觀和神的價值觀 對比 世界價值觀就是 我有財物 但是神的價值觀就是 我積財在天 所以你想想每次你奉獻的時候 神啊這些錢現在要上天堂了 這些錢就是為了天國 要成就一些偉大的事 多謝天父 這樣的心態 神就歡喜了 因為你有信心 那些錢是要進入神的天國裏 然後第二就是 世上的成功 世人追求 但是我就成就神的計劃 進入神的計劃 我就歡喜了 我開始幫到人 我就歡喜了 我能夠鼓勵人 我就歡喜了 我為人祈禱我就歡喜了 就算我做的果後不是很強 但我都嘗試要做 神就歡喜了 好了 第三就是 被人愛和擁戴 但是呢 神的價值觀就是什麼 我被神愛和歡喜 就是最重要的 我做什麼對的 神就歡喜 那我就開心了 好了 世界價值觀就是 必要結婚 或者不能結婚 有些人 世上現在有些人是不能結婚的 我不能結婚 我要做playboy 我要經常玩的 我不能夠毀身的 或者我結婚 但是我要離婚了 那他想要什麼就什麼 但是呢 神的價值觀就是 我接受神的安排 無論我單身過結婚 我都開心 我都喜樂 我都榮耀神 好了 下一點就是 有權有勢 就是世界價值觀 但是呢 我有神的權力 我可以趕鬼 我可以醫病 奉耶穌的命去醫治疾病 奉耶穌的命 奉耶穌的命 更生人的靈命 將人帶入天堂 那這個就是神的權力 下一點 世界價值觀就是 享受世上的物 我們都是享受的 都可以享受 不過享受 同時我們都說 感謝神致給我的 而神的價值觀就是 享受神的同在 以及享受神給的一切 世界價值觀就是 自我為中心 就是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我要結婚 我不要結婚 我要離婚 我要做什麼 但是呢 神的價值觀就是 神在我一切 祂帶領我 不是我帶領我自己 然後世界價值觀就是 人人伏在我之下 我叫人做什麼 祂就做什麼 而神的價值觀就是 我伏在神之下 有些人覺得 為什麼很多人不相信耶穌呢 就是 我要降伏在神面前 很難的 但是我們就說 降伏在神面前 最好因為祂的計劃是最好的 祂的路是最好的 而跟從神的價值觀 神就各方面祝福了 看從神 神的價值觀就是聖經有說的 愛祂 相信愛祂一定 神就為我預備 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我關心天國 想多些人相信耶穌 帶人相信耶穌 以及讓我們的心成為天國 耶穌在哪裡做王 就是天國 這些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這個是正確的價值觀 以及追求神的義 耶穌的義僕 以及我所行的義 神就加給我了 我就知道原來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以及遵從神 以神為樂 很多基督徒都未必以神為樂 很多基督徒的閒談 他不會講到耶穌 但我希望大家閒談都會講到耶穌 講到神多好 而不是只講到苦老 困難 講到你要面對的事 而是講到神真的好 這麼多好的東西 一看到就讚賞神了 什麼經歷到神的作為都讚賞神了 好 下一點 就講到未醫好的傷害 可以影響我們犯罪 紅色的部分 就是人的問題 而帶來的罪問題 他內心傷痛 即是以往的傷痛沒有醫好 我們有受傷 是很自然的人都會有受傷的 問題就是 我們能不能夠靠著耶穌醫好呢? 信了耶穌不代表 那些傷害就會自動走完 一定需要處理的 好 有些人受傷害之後 接著他的後果 他有什麼罪呢? 他很難感謝神 不感謝 沒有全感謝的心 都是一個罪來的 而且容易憂傷 很難喜樂 即是說 凡是不能夠盡心盡性 盡以盡力 愛主我們的神 和愛人如己 已經是犯罪 做不到神所吩咐就是罪 那神的吩咐就是我們喜樂 做不到喜樂 都是罪 這是第一個後果 第二就是沒有安全感 受到傷害的人 如果大家受到傷害的人 你就會覺得 哎呀 跟人交往很痛苦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會傷害我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 以前 那個人怎麼傷害我 然後這個又會不會傷害我 所以不敢跟人有心的交往 這個就是 造成心裡 不敢跟人交往 不敢跟人交往 又對神不敢交往 又不會敢跟人 不信任人 也不會跟人合作 不會跟人一起去侍奉 和怨恨傷害他的人 就是傷害他的人 他心裡的怨恨 就不遙恕他了 心中就說這個人 傷害我 哇 他真的做得很錯 曾經有一個基督徒 曾經有一個基督徒 他跟我說 我跟他談 我說你遙恕你的丈夫 我永遠不能夠遙恨我丈夫 我都會繼續幫這個人 因為他的丈夫 的確是做了很錯的事 但是他會這樣說 我永遠都不會遙恨他 我也跟他說 你永遠不遙恨 神都會不遙恨你 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 你遙恨你丈夫 神喜悦你 而遙恨不代表你要跟她 其實她已經分開了 遙恨不代表你和她好回來 遙恨只是說我心中放手 因為這個人根本沒有辦法相處 他真的有很大的傷害 他傷害他和他的女兒 是很大的傷害 但是遙恨不代表你 就跟他回合 根本兩個人是 通常來說 我們一定會建立婚姻 不過他已經離婚 而且丈夫真的沒有負責 而且是繼續傷害的 這樣的時候 我也不會叫他一起 因為他實在有太大問題 但是他繼續怨恨這個人 他會造成自己的傷害 一個人不搖鼠 他心中又怨恨 也會怨恨神 為何你容許這些事發生呢 接著下一點 他未醫好 就是他不發揮生命 他因為覺得自己沒有用 沒有自信 放棄自己 走懶不結果子 覺得自己也沒有什麼用 不能發揮 因為他經常都在受傷的狀況 受傷的人 受傷的人 還未醫好的人 有時候你看他的表情 你會看到的 他不會很全心地開心 他比較難笑 他比較難笑 他比較難滿足 他裡面有些怨恨在裡面 這樣的時候 他其實一生都受苦 所以受傷不治好 其實是慘的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放手 不要緊 不要死 那些人的傷害 已經一早在空氣中消失了 他說的說話已經總消失了 他做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不做已經做了 已經是一個事實 問題就是這個事實是否繼續影響我 或者我就放手 我就不介意 不要緊 不要死 我被人罵過 被人傷害過 被人組織過 被人遺棄過 被人甚至在背後去傷害 說傷害的說話 都不要緊 神會給我 那時候我們就會有信心 我可以再站立起來 所以有些人 他真的站立起來 通常他的傷害已經是醫治到一個程度 但是這個傷害也是有完全的醫治和部分的醫治 我自己也會有時想起那些傷害我的人 和那些經歷 我想起的時候 我怎樣說 有些受傷害的人 不醫治的人就怎樣 真是壞 這個人這樣對我 真是很不公平 真是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為何神會容許 為何這個人會做這種事 他在這個狀況 他永遠都不得醫治 他一定需要改變 那我就說 其實不要緊 這些傷害其實是造成祝福的 為何呢 我這些傷害的時候 我真的依靠神 我就開始這個依靠神唱詩歌 我們心平衡安靜 就開始 用詩編唱詩歌 就開始這個醫治的過程 我們都去關心那個人 我想祝福他 令到他開心 因爲有些人 其實他傷害我們 他也傷害其他人 他跟其他人的關係都不好 在我心裏 變成連率他 因爲其實他又受了傷害 所以他傷害人 我連率他 變成我 我想起這些事的時候 我會放手和祝福 但依然我會發覺 有時的心裏 都會有種什麼感覺呢 那種感覺就是 有時有些人 都會不喜歡我的 有時有些人 都會做一些事情 對我不好 即是會有這種感覺 大家會不會有時 都會有這種感覺 因爲以前有人傷害過你 所以你的感覺 依然 人都是會對我不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繼續被他影響 已經不是在想那個人 只是想到其他人 心裏都會有些懼怕 缺乏自信 這就是因爲傷害沒有醫好 那傷害都治好了 會怎樣呢 即是來到神面前 飛啊飛 飛啊飛 飛到耶穌 懷抱女 這個有聖經的根據 聖經有講到 神一直擁抱我們 懷抱我們 直到我們發白 在以賽書有講到 直到發白 祂依然擁抱我們 所以神 我們飛到耶穌懷抱 這個有聖經的根據 就說這個人完全沒有所謂 他傷害我不要緊 我體恤他 這一步一步的處理 是真的可以 將我們所有 以往的傷害完全清理 我有時 即我發覺 有時睡醒了 有時無意之中 忽然就彈起一些 以往的場面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歷 有幾個人試過這個經歷 不同的場面 或者不同的人 有沒有這個經歷 舉授看有幾個 你想想一些人物的時候 你就處理 即在那個人 跟他相處 有沒有任何不好的經歷 有沒有任何的傷害 有沒有任何負面的事情 我們就處理 讓我們想想這個人 都是正面的 雖然他有對我不好 但我體恤他 我是祝福他 我不介意 還有我的生命 是可以提升的 我是一路被神提升的 於是我們就脫離了這個傷害 完全得釋放得醫治 求主幫助我們 因為完全釋放得醫治 不是很多人有的 很多人依然有一種的傷害 在裡面 記得這些傷害的心裡面 不是完全的自由 也都 讚美神會幫助我們 嘗試讚美神 你可以在家裡 穿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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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覺 有時候我預備訊息 我都會一直哼歌 有時候聽歌 有時候哼歌 如果我 那個預備的時間 不用太專注 我哼歌是更加好 比我聽歌 為什麼呢 我聽歌是被動的 但如果我哼歌 飛 飛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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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哈哈哈 我是開心一點的 我覺得人比較輕散 大家也可以嘗試 在不同的時間 去哼歌 去想耶穌 那些傷害的東西 是更加容易脫離的 這就是脫離所有 以往的負面的東西 任何的價值觀 和傷害的東西 能夠脫離到 好了 好了 接著呢 下一點 就是傷害未醫好 就是容易再受傷 和傷害人 那對人的話 很敏感 有時候有些人 你一跟他說什麼 提議他馬上會不開心 那我們需要學習處理 還有容易懷疑人 就是說 人家不知道是不是他害我 對我不好 又會逃避人 不關心人 冒犯人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處理的 如何得到心靈的醫治呢 我們在這個時候 儘量都不要用手機 儘量放下手機 遲些處理都可以的 那麼 差異我醫好傷心的人 我們如何醫好傷心的人 我們和自己得到醫治呢 第一就是深信 神愛自己 和想祝福自己 就是深信 神很愛我 很祝福我的 提升我的 幫助我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 深信 神叫我變得寶貴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神會賜恩給愛他的人 我愛他 神會賜恩給愛 第四 回到受傷的情境 釋放自己 這一點我們可以做的 我曾經有一次受訓練 去做釋放的時候 我們幾個 四個人一組 他就說 你事能哪個願意都可以做 那我就說 我願意了 我當時就 他就說 問神 你想想這個情境 你有受過傷害的 我就想想我小時候 曾經試過一次 我早上吃飯才上學 早上吃飯 早上吃飯的時候 飯學斷了 我回家就很害怕了 我就站在樓梯 站了很久 不敢回家 後來 滴心肝也要回家 是不是也要回家 不過回家又沒有人問我 誰弄壞了飯 就沒有人罵 因為以前有什麼事情都會罵 那我就說回這個情境 說回這個情境的時候 他們就會邀請 耶穌你來 耶穌你在哪裡 耶穌有什麼話說 那我 有些意念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其實在這裡 因為耶穌無所不在 耶穌已經認識我們 已經揀選我們 耶穌是告訴我們 這個不要緊的 有一天我要大大興起 祝福你 你會祝福很多人 這些事情 要成為過去的 不要緊的 我會體重你的 我會醫治你的 那我的心裡面 就放鬆了 就是對這件事放鬆了 那麼我們都可以學習 將所有以往的事情 放手 在這個回去的情境 討告的時候放手 第五 從任何經歷 看到神給自己的祝福 任何經歷 即是說 就算我受傷害的時候 其實我更加依靠神 在那個經歷 我更加拔著神 結果得醫治 我這個過程成長了 體率和疑說傷害我們的人 時事以神為樂 經常都說 神給我很多開心 很多事情好的 我就感激神 我就開心了 那我就良藥了 大家 我再用一個情境給大家 這個不是我的 是大家想像一下 譬如曾經有人 真的對你很大的傷害 譬如打你打得很厲害 罵你打得很厲害 要趕你走 不要你 那你的心裡面 哇 很大的痛苦 為什麼那個人不要我 為什麼他這樣對我 這個情境 如果你有這個情境 仍然在記憶之中 是需要處理的 需要處理 你就可以問耶穌 耶穌你是不是在這裡 其實你的心裡面 也可以自己安慰自己 一方面就是求耶穌跟你說話 另一方面 你自己和自己說話 也可以 和自己小時候 以前的自己說話 如果耶穌跟你說 其實我會在這裡 我知道你受傷害 因為世界上 總有人會傷害你 因為他受了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你 其實我會醫治你 我會醫治好你 你將來會醫治好很多人 你將來可以平安 喜樂、興省 讓耶穌跟你說話 亦透過聖經跟你說話 以及自己向自己說話 自己向自己以前的我說 你將來信到耶穌 人都不同了 已經一路提升了 已經沒有問題了 這件事可以放手了 這件事就會幫助我們 人輕省 開心快活 直到那件事過去了 我們今天就停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討論問題 我們在後面那裡看看 價值觀那裡 你的家人和成長 有沒有令你覺得 得人歡喜 和做到人想你做的事 是重要的 有些人長大是這樣的 那些人要你做什麼 或者什麼事你做 我就歡喜你 你不做我就不歡喜你 這件事在你的心目中 影響你有多大 因為這就是影響你的價值觀的 就是小時候他們總是要我們做什麼 說你不做這件事 我就不喜歡了 那這些會不會成為我們的價值觀呢 令你看到什麼事是重要的 而他們的價值觀是否重要 因為有時候他們的價值觀就是 有錢 讀書厲害 讀書厲害當然好 不過有些人是真的讀書不厲害 那一輩子讀書不厲害 就一輩子被人罵 經常都說你沒用啊 蠢啊 不行啊 有些人其實他後來發現 他讀書厲害和不厲害 後來生活也不是很大的影響 其實很多人不是很大的影響 但是呢 當時的傷害就很大的影響 你讀書不厲害 你沒有用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價值觀的形成 第二呢 屬性價值觀會不會令到 我們人生出錯和犯罪呢 因為 其他人給我們壓力 我們覺得體重這些事 體重婚姻啊 體重要被人接納啊 要厲害啊 要有錢啊 會不會令到我們出錯和犯罪呢 我們怎樣可以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呢 第三呢 怎樣可以用聖經改變 對於錢 成功 和婚姻 以及要被人強的價值觀 在聖經裡面怎樣去幫助我們改變的 我想第二呢 就是醫好傷心的人那裡 有沒有以往的傷害 仍然影響著你 怎樣影響呢 那這個就想回了 有沒有什麼人 可以想回那個情境 我們仍然受傷害的呢 第五呢 以往的傷害 有沒有令到你覺得難以開心 容易煩惱 或者對人說敏感呢 我想說一說 先看 我有些要記錄了 紅色的就是給基督徒的 下面那裡是紅色 我先看這裏 就是這個傷害有沒有令你不開心 這個可以做全福音用的 你傷害有沒有令你不開心 容易煩惱 對人的說話敏感呢 這個對基督徒就是 有沒有令到你難以親近神 令到你容易犯罪 因為如果對於非基督徒 我們就不用這些說話的 是對於基督徒 所以這次這個討論 可以對基督徒 或者對非基督徒的 還有你想不想靠著 耶穌醫好以往的傷害呢 亦都令你處理因傷害而容易犯的罪呢 你想不想醫治 怎樣可以得醫治呢 OK 那你如果說醫治 你可以用回 在小組裡面都可以用回 這個 對不起 看看 如何得醫治 這個圖 就是講到 怎樣可以得到醫治 就是說 相信神愛我們 我們變得寶貴 神會施恩給我們的 回到傷害的情境 釋放自己 任何的經歷 都看到神的祝福 和體恤和遙恕傷害我們的人 和以神為樂 喜樂的心乃是良弱 就是時時以神為樂的人 就開心了 可以治好過往的事 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原來我們的內心世界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傷害 是對我們影響 到今天都一樣存在的 求主幫助我們 一起起床祈禱 好 請天父我們多謝你 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是醫好傷心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 都有很多不同的傷害 問題就是 我們有多少醫好 有多少處理好的 求主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智慧聰明 賜給我們倚靠神的心 去得到釋放 我們可能當中有些人 心裡都是不喜歡自己 或者覺得自己沒有用 這些都是以往對我們的傷害 都是以往的事影響我們的 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面對這些 以往傷害我們的事 能夠靠著耶穌處理 靠著耶穌得勝 多謝天父 神祢是愛我們 祝福我們的 叫我們得勝有餘的 叫我們靠著耶穌 可以處理我們的價值觀 和我們任何的傷害 我們就可以做剛強的人 歡喜快樂 滿有神的喜樂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為何要按一下 我平凡天父 看我們發射 最多熱情 有明足的地獄 我們在教會 照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